就这套360度全景摄像头 比我的车都贵 现在的车都有个360度全景影像 我这F0就一立体声收音机 接下来给它升级一套360度全景远程无线夜视全彩摄像头 首先准备四个摄像头 两支800万像素的做前后摄像头 180度广角双摄像头 内置麦克风扬声器 支持网线POE供电 只需要接一根网线就可以工作 还有警报输入输出 这个是它的供电输入 可以不接 两支4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作为左右摄像头 同样是180度广角 支持网线POE供电 以及监测报警 四支摄像头底座 最便宜的 接下来是支持POE供电 和800万像素的硬盘录像机 非常的轻 但是花了我600多 4度的硬盘录像机 48V供电 咱们拆开看一眼 顺便装一个硬盘 好价我600块 就这点东西 图像处理器上面有个30片 看不到 海力士的缓存 双硬盘接口 暂且给它装个1T的机械硬盘 粉丝送的 剩下一大半空间 接下来就是显示屏 苹果iPad一代 改的 12V供电输入 HDMI输入 还需要准备网线水晶头一盒 15元 大概5毛钱一颗 有没有专业的 帮我看一下水晶头贵不贵 还需要网线一卷 65元 50米 现在监控部分凑齐了 还得让它致使远程查看 再加一个无线4G盒子 这回车载WiFi都有了 需要插入流量SIM卡 所有配件准备完成 接下来咱们调试一下 激活测试呢 没有问题 前置画面 后置画面 左侧 右侧 连接好它的网络盒子 手机上面也可以观看了 清洗一下车辆 咱们安装测试 前方画面 后方画面 左侧画面 左侧画面 右侧画面 前后 左侧画面 咱们 fica关转 doin 我们⋯ ti 之前 下方画面 我们я次入rec 车辆停到哪里呢 哪里就增加了一套360度监控 可以在家远程无线查看 可以听到外面声音 可以喊话 晚上十点的小区 车前 车后 这个小区周围没有路灯 好 车前 非常的清洗 开灯 关灯 车后 车左 漆黑一片 哎呦 右面没有车 这个摄像头的夜视效果也太牛了 最后还可以设置人员或者车辆移动侦测 开启风鸣器 报警 当有人物出现在画面设定区域中 摄像头呢会发出语音提醒 挺好玩的思路监控 就是投资呢有些大 大家看个乐歌就行了